豪賭鼓埋單,銀魚大贏 講起澳門,想起的都是賭場 面對大陸打貪,經濟萬勢等不利因素 以為澳門賭場會慘膽? 錯啦,賭仔沒有最多,只有更多 所以成績都算好看 六大豪賭鼓,是路騰的最好景 呂之河的銀魚最好成績 無論Ebitda增長,市佔率,股價都有好表現 成為贏家 特別頭三季Ebitda按年激增 一倍到73億1200萬,股價都喪升一倍 而有新場的中國金沙Ebitda升18% 銀除其後,股價也升55% 困在澳門半島的永利 因為貴賓廳生意慢慢影響 今年一至九月的Ebitda增長幾乎沒有動過 未升0.1%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au 有外資分析,永利舊油自取 要扮准比全行最低用彈馬仔 生意有甚麼辦法會好 市佔率都跌至尾爾 如果在年頭買入一手永利 炸到今天,都是贏將澳門來回選票 澳門博彩收入,今年繼續創新高 頭十一個月就2759億澳門幣 今年全年增長幾乎13%或以上 難怪澳門賭場管理層 對明年收入投下信心一票 認為增長能夠維持 沒他,這麼多賭仔都信有賭未為輸 賭場想無收入都難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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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